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马晓月 我来自缅甸 我嫁给我老婆2007年 我一直生活在东国 山西上 秦远县 这是我在东国的家 我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工地上吧 他是会搞这种 盖房 盖楼 盖楼的这种 他是大工 我是小工 打工那个时候 刚开始吧 有的人就在中间翻译 他就是单身 后来两个人 可能这个东西就是缘分吧 也没有贪多久吧 就跟那人家就来得伤心 但是来的时候也不出门 也不干活 所以在家就看电视 电视里面说的听不懂 出来的这个字我也看不懂 但是每天要看一看 那时候他们慢慢就学会了 看他们的水动 然后这个字幕出来吧 我就看了这样就学会了嘛 三四个月吧 可以交流吧 吃饭呀 睡觉喝水什么 简单一点就可以交流一点 刚来的时候我还喂过猪 知道吗 喂过猪 然后呀跟我老公做豆腐 卖豆腐 什么都干过 然后呢 近几年就是买牛 放牛 这对应就是撒山采蘑菇 在中国以后才会采蘑菇 采的多的话可以卖 少了自己吃吧 有时候送亲戚朋友 采蘑菇 刚回来 把蘑菇先晒干 晒干了以后才能卖 一斤一百多吧 春年的蘑菇 我刚来的时候吧 这个村里面这个路啊 它是土路 来到我老公家吧 它这个门窗呀 都是木头的 水泥地 以前那个村里也都是 烂房子也挺多的 但是这十几年以来吧 变化挺大的 你看各后各家都是修的 都是这么好 都是换了这个 铝壳江这个门窗 变化特别大 这是我们家房子 脱贫的时候 政府帮我们装修的房子 最近咱们这边家里边有什么困难 最近这个困难就在这边 家里边物有远 尤其这边 睡多了 天窗了好事 就这个路 人是多了什么 就剥不出 一下子 把那小车也被冲霉了 车辉车灰的 实力靠车 加车 看看穿哪家 是吧 飞运是怎么样 另外一个方案 就是 这个路 给你把这个路 开一条路 看看这个路 跟这个比较一下 这个飞运 对对 对对 这个路 然后孩子学习方便吧 每个学习都有 资助金500块钱 一个孩子都有 我做手术以后吧 医疗报销这个 也是丈夫给我们报销回来的 全部都报销回来的 然后我老婆以前没什么工作 他们都给我老婆安排工作 这个互联防护都 这些都是他们给我们家的帮助吧 孩子们 画画 唱歌 他什么参加 在中国这个学习方面 都挺好 这个梦想吧 打篮球的这个 他的手机里就有那个打篮球的那个 特别有名的那个 科比亚游民 未来给我妈 老家的我的母亲吧 父母们给他们 我在这里赚上钱 给他们个自己的房子 第二呢 给我的孩子们 换个好的环境 想让他们学习成绩好的吧 这个就是我最愿望的 他吧 刚见的时候就是 说话就很少很少的一个人了 有人说他喜欢我 但是吧 我就偷偷看他 他说他喜欢我 但是他就是 偷了一个人 也不笑我也不笑 也不理你 就那样 你知道吧 就这样跟着来了 你要是他不笑吧 也能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给我买衣服啊 买鞋子什么嘛 都 鸦鸦就是老板不在了吧 他就能做的那些休息了 他不 老板不在 你是那个呀 你是一个呀 自己也得干 你也能吃苦嘛 我也是能做的 我也是能吃苦 我也是能吃苦 我也是家庭 你不是能喝多 我也是吃苦出来的嘛 我就牵着他去一点 最后嘴可是 你自己却干吗 我os了 我不是那样 我不是那样 我你答不在uld上